7月28日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疫情防控第11场新闻发布会,通报中称,首批乌鲁木齐6名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全愈出院。 新疆病例和会诊评估,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,实行第七版,修正版,确诊病例解除隔离和出院标准,今天下午,全愈出院。 据新疆卫生健康委通报,截止7月27日24时,新疆现有确诊病例235例,危重症3例,重症13例,上有880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。 另据通报中称,为满足市民基本医疗服务需求,乌鲁木齐市专门确定了28家救治定点医院,在疫情防控期间均开展正常的诊疗服务。 并设置必要的急诊抢救管征区,急诊手术管征区和病房管征区,对急重症患者在做好防护的基础上进行及时治疗,对于高度怀疑且不能排除新冠肺炎的患者在治疗同时进行核酸检测, 对于就职后忍需留院治疗的先在缓冲区进行单人单肩隔离治疗,排除新冠肺炎后再转入普通病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